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令人未知清稿,1954年,罗密施奈德主演影片《倩倩公主》一举成名,她把纯真美丽,活泼开朗的倩倩公主演绎得栩栩如生,深受各国观众的喜爱,而她和倩倩公主相似的悲情人生,也始终令世人痛惜不已。 影片《倩倩公主》让罗密施奈德成为耀眼的明星,无论在法国人、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的心目中,施奈德都是银木公主的代名词,可见其魅力所在,因而又拍摄了第二部和第三部。 然而巨大的成功很快给罗密施奈德带来烦恼,罗密施奈德美得颠倒众生,她美丽的容颜和优雅的气质与奥地利历史上的倩倩公主非常的相似,甚至很多人都说,她其实就是倩倩公主的化身。 人们希望她保持纯洁的倩倩形象,电影中的罗密施奈德爱情美好,一派万方,然而生活中的她的爱情却多有变故,挫折,与阿兰德龙终究没能走在一起,她的内心无比苦涩,倩倩公主的美好只存在于电影里,施奈德拥有着与剧情相反的格外悲惨的人生。 1982年5月,罗密施奈德在巴黎的公寓中去世,将年43岁,著其文解密原创文章,未经允许不得转载,图片来源互联网,版权归所作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